不够用 而根据民调显示 有百分之九十亿的民众 认为台湾现在缺电 连侵略的民调 也有近半数不认同非核家园 而我国被统计 平均每个人购买俄罗斯煤辆 更是高居全球第二 蓝军就炮轰 正值俄乌战争 政府等于是用乌克兰的血再发电 民进党坚持搞非核 却频频停电跳电 现在不只要把最容易导致 癌症病变的麦辽燃煤电厂演绎 甚至被人踢爆 俄乌战争以来 中华民国是全球第五大的 俄罗斯煤炭进口国 购买俄煤出口量达到百分之五 花了新台币大约一千一百二十亿元 平均每人买煤量 更是高居全球第二 年增百分之三十一 依赖都还从2022年的百分之十二 成长到了2024年的百分之十八 多少次强调 绝对是大力挺乌克兰 结果现在你让俄罗斯赚了钱 再去打乌克兰 等于用乌克兰的血来发电 当全球趋势 把核能当足绿能 外界好奇民党为何为了 飞核神主牌 连人美发电都当成替代电力 连轻率民调都显示 有45.8%民众不认同 飞核家园 其中交易程度越高 越反对飞核 就连中心选民都有高达 44%反对飞核家园 圈台轮流停电跳电 政府推给动换溃馈现 强调电已订购 但是网络民调狂打脸 高达91%的民众 认为台湾现在缺电 今年夏天就会比过去更热 用电量肯定会飙高 恐怕最快我们今年夏天 就可以直接看到缺电 这个就是政府一直 粉饰太平演唱真相的结果 专家破轰 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 像台湾一样 用燃煤取代核电 只有两个国家要飞核 德国跟台湾 但是德国再生能源的比重 已经算到60% 台湾到目前18%都不到 就德国来讲 也是再生能源来替代核电 燃煤的部分还是继续在前方 怎么可能是用煤来替代核电 没有这样一个国家 飞核政策缺乏共事 民进党却为了死受 飞核家园狂用无染大的煤电 外界不禁好奇 难道天大地大 都不仅民进党的飞核 神主排大 就像沐晨真采访